那个小黑坐着坐着就呕吐了 还晕吃了 把昨天昨晚吃的东西都呕了出来 要帮他清理一下 唉 那小黑坐不了吃 让他跑 试一下让他跑路吧 那个行李都脏了 都是他的呕吐啊 那些料啊 就这样带小黑走吧 小黑没有训练过 他会把那个绳子 要来要去的 唉 那小黑坐不了车就跟我跑路吧 但是小黑的话 体力是远远不够浪浪厉害的 呃 抬走一会儿他就开始扯神了 但是没办法要 现在离那个休息的地方 还有很长一段路途啊 中间中间停不下来 中间停不下来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遮阴 到下一个可以遮阴的地方 还有很长一段路 好了 小黑第一天辛苦你了 加油了 要这样浪浪学习啊 有浪浪待这里 加油 在一个公园停了下来 今天只走了十几公里 然后现在已经是中午很热了 就不走了 不让狗狗撑不住 喝水吧喝水吧 口渴了 暂点补充 它的水分 外面太热了 然后我带着三只狗狗进来这边 更加阴凉的地方 让它们不用那么热 下午的话 我就把绳子绑在 把小黑身上的绳绑在浪浪身上 然后让浪浪来照顾小黑吧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我让大家看一下现在有多热了 我好像在一个铁锅上面 然后路面都升起了个热浪 那个温度都有四五十度了 我过这个 然后狗狗呢 是通过舌头和脚心散热的 所以那么热的天气 让它们在那个路面上面跑了 所以狗狗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一到下午的话 我都不会再赶路了 让它们去阴凉的地方 可以好好的休息 像现在这种呢 就很热了 赶快的 浪浪看到前面有阴凉 热了看到前面有阴凉了 赶紧的跑过去闭暑了